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叔说,我有一位朋友,他在高雄的新店经营着一家电子零件工厂,凭借着精明的经营和不懈的努力,他的业务蒸蒸日上,订单如雪片般纷至他来,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张,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到大陆投资,以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特意打电话回高雄。 与年迈的父母商量,两位老人听闻儿子的宏图大计,喜上眉梢,为他感到骄傲和欣慰,他们鼓励他勇往直前,并承诺会全力支持他的新计划,于是,在即将到来的一个星期六,他计划协同妻子和不满三岁的小宝宝一同回到南部,向父母禀报他的新计划,并希望他们能够给予资金上的支持, 以确保未来在资金调度上,不会遇到不必要的困难,虽然他的父母并非大富大贵,但他们深知儿子的努力与决心,因此表示,只要需要,他们愿意倾囊相助。 然而,在出发前的某一天,他来到我这里处理一些公事,在交谈中,我得知了他的计划,并忍不住提醒他,不要过分依赖父母的资助,更不要对父母的财产产生非分之想。 我告诉他,这样的想法是不道德的,甚至可能遭到天谴,他听后不以为然,反驳我太过迂腐和迷信,认为这些田地将来都是他的,早晚都一样。 我严肃地告诉他,家族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出于不义之心去获取,将会受到祖先的惩罚,然而,他并未将我的话放在心上,反而生气地顶撞了我,星期六那天,他们一家三口按照原计划出发了,然而,就在星期天晚上,我接到了他父母从台北打来的电话,两位老人的声音充满了悲痛和无助,他们告诉我, 他们的儿子和儿媳在高速公路上遭遇了车祸,不幸身亡,在浓雾弥漫的夜晚,他们的车子被两部大车一前一后夹击,瞬间变成了一堆废铁,而我那位朋友和他的妻子也在这场车祸中丧生,他们的遗体甚至无法辨认,听到这个噩耗,我震惊不已,心中充满了悲痛,我无法想象,一个如此年轻有为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而更让我心痛的是,他们的孩子还那么小,就失去了父母的关爱,不久后,他的父母来到我的事务所,请求我陪他们去高速公路警察队领回孩子的遗体。 他们告诉我,在车祸现场,大家都在忙着救人,但很久之后,仍然没有人来领回这个孩子。警察通过扩音器大声呼叫,但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后来,警察在伤者名单中找到了孩子的母亲的名字,但令人悲痛的是,他已经在这场车祸中丧生,听到这里,我心中充满了悲痛和愤怒,我无法想象,一个无辜的孩子就这样失去了父母和家庭的温暖。 同时,我也为那位年轻母亲的不幸感到惋惜和难过。 他为了救孩子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最终却无法亲眼看到孩子平安无事,警察先生细心地将车祸现场时得的所有死者证件一一整理,并召集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协助辩认,以确定这些证件是否属于此次事故中的遇难者。 遗物中不仅有各式各样的卡片,还有从破损皮包里散落的身份证,收费站的小姐在仔细比对后,发现其中一张信用卡上的照片正是那位年轻母亲的面容,准确无误,警察队随后联系到了死者的家属,通知他们前来领回遗体,以及那个在事故中幸免于难,却哭闹不止的小宝宝,还有那些遗留在世的物品。 收费站小姐疑惑地向那位年轻母亲询问,您是如何在那种情况下将孩子抱出车外的呢? 收费站距离事故现场相当远,您不可能徒步抵达。 她深知那位母亲在事故中遭受了致命的重创,被车辆的残骸紧紧卡住,甚至被撕裂成碎片。 这样的她如何能够独自脱困,更别提带着一个孩子安全离开了,孩子的身上却连轻微的擦伤都没有。 这其中的谜团让所有人都无法理解。 即便是现场的交通警察,死者的公婆,还有我在内,都对此束手无策,现场记录中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在返程的路上,孩子的哭声让我陷入了沉思,人的死亡,真的就意味着一切终结了吗? 在台湾,还有一起火灾事故,也充满了这样的谜团。 台中市民全路的一栋楼房突发大火,火势迅速蔓延,一名妇人从火海中冲出,手中紧抱着一个小孩,她迅速将孩子放在地上,然后毫不犹豫地再次冲入火海。 没过多久,她又爆出了第二个孩子,紧接着是第三个,每次她都将孩子安全放下,然后义无反顾地再次冲向火海。 当时火势已经猛烈到无法靠近的程度,任何人在这样的火海中都将无法生还,人们看着她一次又一次地冲入火海,不禁失声尖叫,试图阻止她。 然而,就在她即将第四次冲入火海的瞬间,几名消防员迅速冲上前将她拦下,但为时已晚,她的手臂被强大的火势瞬间烧焦,手腕上的皮肉与骨头如同玻璃般破碎脱落,紧接着,她整个人也倒在了地上。 令人震惊的是,她的头发在瞬间化为灰烬,飘散一地,衣物也同样化为灰烬,她瞬间变得一丝不挂,急救人员急迟而至,他们的心情沉重而急切。 然而,当他们轻轻触碰到那位母亲的遗体时,发现她的肉体已被火场内的烈焰无情地焚烧得稀烂,每一寸肌肤都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宛如被高温煮熟一般,再无一处保留着活人的鲜活。 这一幕让在场的许多人忍不住泪目,感叹这位母亲为了拯救自己的孩子,竟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 法医在仔细查看后,提出了疑问,你们说,这位母亲是往火场里面跑时被你们拦下来的。 消防队员们纷纷点头,确认无疑,法医摇了摇头。 说,可是,一个已经被大火烧熟的人,怎么可能还有能力奔跑呢? 众人漠然,随后在清理火场的过程中,他们遗憾地发现还有一个孩子未能幸免于难。 围观的群众和消防队员们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他们开始质疑自己当初的决定。 如果当时没有阻拦那位母亲,或许她还能冲进火场救出最后一个孩子。 毕竟,她已经被火焰吞噬,再跑进去又能如何呢? 这时,人群中有人提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第一次从火场里冲出来时,她已经死了。 但为什么她还能一次又一次地冲进火场,救出她的两个孩子呢? 她真的死了吗? 这个问题让所有人都感到困惑。 他们所救出的孩子,每一个都是从熊熊烈火中挣扎出来的。 但竟然没有一个孩子受到任何烫伤或烧伤,她是如何做到在自身已被焚烧殆尽的情况下,还能如此精心地保护孩子们的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成为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 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孟参老和尚,她听后沉思片刻,然后给了我一个开示,让我对这位母亲的英勇行为有了更深的理解。 原来,母爱的力量是如此伟大和神奇,她可以超越生死,战胜一切困难。 在生死关头,这位母亲凭借着对孩子的深深爱意和坚定的信念,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她用自己的生命,为孩子们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屏障,让他们在活海中得以幸存。 当我们谈及信佛,这不仅是对佛陀和佛教教义的崇敬与供养,更是一种心灵的皈依与实践。 那些真正信仰并践行佛教的人,他们遵守三规,依照教义修行。 无论是念诵地藏经,还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都是在寻求菩萨的加持与庇佑。 但人们常常会问,这样的信仰和修行,是否真的能够带来佛法的加持呢? 让我分享一个婆媳念佛的感应故事。 在东北的一个大都市,一场大火席卷而来,那里堆满了易燃物和爆炸物,火是异常凶猛,一条街被烧了整整三天。 然而,在这活海中,有一家小房子却奇迹般地未受波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记者深入调查后发现,这户人家里只有婆媳两人,家中的男性成员都已不幸离世, 在火灾发生时,婆媳俩坚守在家中的小佛堂,虔诚地拜佛祈祷,尽管火焰在他们周围肆虐,但神奇的是,火是始终未能蔓延到他们的小屋。 这个故事在报纸上广为传颂,引发了人们对于佛法加持的深刻思考。 这样的感应故事,不仅仅存在于历史的长河中,如今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时有发生。 无论是杂志上的报道,还是我们身边的感应实力,都在无声地证明着佛法的真实与力,这些故事让我们对三宝,佛,法,僧,充满了信心。 也让我们更加坚定地信仰佛教,我本人也是这些感应故事的见证者之一。 在我82岁那年,我经历了一次直肠癌症的手术,当时,医生告诉我,我的生命可能只剩下五年。 然而,凭借着对佛法的信仰和修行,我奇迹般地活过了十几年,至今依然健康地生活着。 此外,我曾在监狱中度过了33年的岁月,按照常理, 我应该在那里度过我的余生,但是,我依然活了下来,没有死在狱中,这些都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正是因为我坚信着一切事物都有我们想不到的变化,正如我刚才所讲的。 这是佛的神力加持,信仰佛教,让我拥有了这些不可思议的力量。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信仰佛教并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和力量的源泉。 当我们面临困境时,信仰可以让我们找到前进的勇气,当我们迷茫时,信仰可以为我们指明方向。 而这些婆媳念佛的感应故事,更是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佛法的真实与力量。 他们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虔诚地信仰佛教并践行教义,就一定能够得到佛法的加持和庇佑。 同时,这些故事也让我们更加坚信爱子之心可以感动佛菩萨并得到神力的加持。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小叔说,感谢您的倾听。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点击订阅或者将我的频道分享给您的亲人与朋友。 大家的支持是我继续分享和创作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